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啊 什么啊 真的是 你发现我今天那个头发也被我妈剪坏了吗 所以我不太想开相机 不会啦 我觉得比你自己剪的好耶 干 当然比我自己剪的好啊 收态度啊 妈妈有听到吗 妈妈 好啦好啦 她已经很内疚 她难过了一个晚上了 所以不要再刺激她了 不会 我要安慰她 我说还行啊 还行 一开始还是要做一下我们的心理测验 所以心理测验很简单 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 然后ABCD是个选项 你选择一个最符合你的 不要多想 心理测验就是 如果你去揣测 她可能要测什么 这样测出来就会不准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依照我们的直觉 来选择最适合的选项 之后就会发现 你的人生落入一个很尴尬的局面 因为呢 这个答案就是 刺中你的内心 然后发现说非常的赤裸 又很尴尬 这样谁还要做心理测验啊 这样吓死大家了吧 没有人想做了 好啦 但是不准 其实也是很有可能的啦 对 我也觉得 反正你觉得太刺中内心 你就说她不准 对 大家有个默契 好 我们就来听一下 我们今天的心理测验 好 这个心理测验呢 我们来听一下 它的题目呢是 如果你是清朝的公主 哦 格格 你会选择什么方式 把自己给嫁掉呢 哦 总共有五个选项 好 听好了 总共有五个选项 A选项是什么呢 A选项是丢袖球 好 接下来B选项 B五招亲 诶 这不错啊 好 B选项是 B五招亲 那C选项呢 是嫁给藩王 接下来那猪选项呢 是嫁给状元郎 好 再来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 奉父母之命 可是嫁给藩王 不是也是奉父母之命吗 可能你自己就 还是你可以选啊 一天到晚 适奔 哦 好吧 那我应该就是蛮明显的 怎么样 我要嫁给藩王 你要嫁给藩王哦 对 我要嫁给藩王 为什么 我嫁了她 吴三桂就会成功 什么意思啊 就会反亲复明成功 大清就亡了 大清就亡了 哇 就是那个 我就是那个穿越女主啊 哦 对对对对 就是穿越女主的设定啊 就什么那野蛮王妃啊 剧本都想好了 拜托 那我要选 你抛袖球啦 你抛袖球啦 我不要 抛袖球感觉 就是会有拐瓜脸 我在那边接耶 你到底有无泪在台下啊 哈哈 可是我觉得抛袖球很符合你的 那个啊 雕蛮千金的人设啊 哈哈 我要我要那个 我要比武招亲 你要比武招亲 诶 你 等一下比武招亲 是叫他们自己打一场 然后赢的那个价 他们自己比吧 不是说我啊 下去比吧 哦 你不用下去比哦 应该是吧 哈哈 就是打赢的啊 打赢的他就会 当那个啊 就车轮在 赢的那个就取你这样 我昨天看到那个杨勇伟啊 哎呦 我真的想问你 有没有看耶 怎么样 启发了我的这个想法了 好 比武招亲 好 如果你丢球就是乱丢啊 它是一个乱数的选择 但是如果比武招亲的冠军 它就一定是 某种程度上面 它是第一嘛 回到洞房也是第一嘛 好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哦 这次的心理测验呢 大家选好了吗 好 我们再复习一下选项哈 A是丢袖球 B是这个比武招亲 C是嫁给藩王 猪是嫁给状元郎 那 E是奉父母之命 那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没有人选的选项 A选项的丢袖球好了 丢袖球的部分呢 好 这个要测的是什么呢 这个要测的就是 你的折磨指数 所以是我折磨别人的指数吗 对 你折磨别人的指数 好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然后那这个A选项 刚刚说的丢袖球 你的折磨指数 是多少呢 达80%哦 他说你是那种 可以把铁鼠磨成绣花针的人 所以呢 如果你是 你就是属于那种 如果自己太闲 你就会想要去折磨别人的人 其他选项呢 我们的还没有人选的 这个猪选项 嫁给状元郎的部分 我们就来看看 到底欧不OK 嫁给状元郎的部分 折磨指数可以达百分之五十五 对 他说呢 你是这种冤家路宅 只要这个狭路相逢 你就是会比看谁比较狠 而且会互相折磨型的人哦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的这个一选项 奉父母之命的话呢 如果你是这个比较 听话顺从 是不是比较折磨人呢 我们就不晓得了 好 来看一下 应该不会吧 都这么听话了 没错 所以你的折磨指数 只有百分之四十而已 因为他说呢 你是那种 到了忍无可忍的境界的时候呢 才会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型的人 所以有点先 小小的隐忍一下啦 最后咯 我觉得不妙咯 好像只有剩零跟一百 这样子的选项了 是不是 比武招亲 感觉就很 aggressive 会吗 嫁给何帆就那个吗 就是牺牲小我耶 多么伟大的精神啊 不会啊 那些你知道 我觉得那种 那个叫什么啊 蛮族 感觉也是很勇猛啊 所以我是被欺负的啊 不是说 性生活美满 不是 对 因为你想的是这一颗 好像说芈月传 它不是都是什么 那种什么王 那个叫什么王啊 反正就是什么 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 草原春药啊 什么之类的 草原春药 这是你自己取的吧 这绰号是你自己取的吧 没有吧 我觉得都是这样子的啊 大女主剧都会这样子 他们就要 就嫁到一些奇怪的地方 然后那个蛮族都是 你知道 虽然外表看似是非常的狂野 但内心又很温柔的一块 但是大女主角一开始就是 抗拒 到最后发现她的内心有所感动 但其实也是 可能让她的体力很感动啦 我也不晓得 被说服了 你自己想想看 中原男子的个人就是体弱那个啊 然后跟 也是啦 满足比 我觉得比较那个 好好好 那我们看到也是比武招亲 还是 嫁给满足 嫁给藩王来看一下 这个选项到底折磨指数是如何呢 她说你折磨人的指数 可达百分之二十 看到没有 不准啦 她说 小布 你像是圣母玛丽亚下凡一样 可以啦 你是一个 会尽量包容对方型的人 不准 你现在把你外面的家人全部拉来 我们一个个审问 看听起来准不准 我就是这样善良体贴的可人儿 我觉得小布妈 等一下走进开门 走进房门的时候 马上两行雷就落下来 不然昨天那剪坏头发 被骂得多惨 屁啦 我根本没有骂的好不好 我多好 你看 这就可以来佐证 我是多么好的一个人 我完全没有跟她发脾气哦 我还就大家这样 我们就彼此剪完以后 我们就彼此对望一点 然后就轰然大笑 哇 所以小布还是有成长的嘛 什么我以前也是这样啊 我从来不会为这种事跟她吵好不好 欸 她有一次还剪到我耳朵耶 我也没有跟她发飙啊 你确定不是她积怨已生吗 有可能 哈哈哈哈 欸她又流血耶 帮帮小布秀秀 好来看一下 所以 圣母玛丽亚下班的部分 最后 还没讲完哦 最后好 我们的这个 讲完了 讲完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进到我们的第二个阶段 与王小姐谈心哦 哎 哎 想略过你了是不是 你又百分百了 还好一直说 怎么可能 比我们招亲的部分 不可能 好我们 你就是个折磨人的小妖精 各位选B水上的朋友跟消化品一样 她说你的折磨指数呢 不是一百 一百二 only百分之九十九好不好 你应该是一个 你应该是一个天生的毒蜘蛛 哈哈哈哈 你是属于那种折磨死人 不吵命醒的人哦 好 与王小姐谈心 哈 结束 就这样 结束啊 结束 我们不要继续探讨了 你这样才符合刁蛮千金啊 你不是要刁蛮千金吗 这样人设才有何啊 谢谢小布给我的那个台阶下 看一下第一个单元哈 与王小姐谈心 各位王小姐们 赶快拿起电话 打进来跟我们谈心吧 与王小姐谈心 我是小华丙 我是小布 小华丙 好 要来告诉大家 我最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这样子 其实我本来是 想要直接把我这一段跳过的 哈哈 看成这样 大家都很好奇啊 因为其实就是一个 无止境的鬼打墙 每一年 都一样 我来跟小布说 哇 今年啊怎么样呢 因为这个小布也还没有 follow到我的近况 对啊 我们都说了 我们必须要留在 保留在节目上这样 是 所以这次呢 我就只好跟大家说 嗯 没有错 我再度的 叫真实力 苟延残转 again again 没错 好 不过这一次 我觉得算是 小小的 嗯 有幸 小有突破啦 怎么说 因为大家知道 疫情的关系嘛 嘿 然后很多的叫真 其实都已经停办了 对啊 不是根本就是 一直狂言起 嗯 到五月到六月 就是本来就是 叫真举办的这个期间 对我来说 就是疫情也是很 这个 很厉害的这段期间 真的是在家 网购 网购是另外一个部分啦 我要讲的是 我要形容的是 我第一潮的心情 OK 网购是结果 结果 这是什么 对我要讲的是 哦好 心情抑郁的原因 心情抑郁 在家 每天闷在家 是 又要面对 可怕的视讯教学 是 然后 工作又没有着落 即将面临失业的危机 哦 是这样的情绪 还没办法出门散心 还要面对 COVID-19的恐惧 是 尤其是 哇 三重压力耶 欸你有叫 我就做快塞这件事情吗 欸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去做快塞 因为有 你有被匡列 没有 夺本而出 那是怎样 我是真的有症状了 你有症状 欸我真的 搬离你再更远一点 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 怎么会 你有接触室吗 不是我就某天 就是睡觉起来的时候 自己觉得怪怪的 对我突然觉得 一阵凶闷 哎呀医生 然后那一阵子 就是不是说 就是你好像 要注意 有可能会那个什么 无症状突然间 对无症状 隐形缺氧 隐形缺氧 隐形缺氧啦 你就觉得是你了是不是 我就觉得如果我今天 隐形缺氧了 没有人会来救我 我会孤独死 我会死在家里面 三天尸体腐烂之后 才被邻居 报警发现 你知道吗 这个画面 我也想象过 没错 好所以 我就真的是 非常的 慌了 突然间慌了 所以我决定 我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所以你要去快塞 我就去快塞 好莫名哦 就是你几个 卑躬舍影的人 去快塞 很紧张耶 你又没有任何的接触 你为什么突然间这么怕 啊谁知道 之前不是有一个 哪个明星 他好像是怎么样 倒个垃圾就被传染啦 哦好吧 对啊你戴个口罩还什么用 你看我这个 那么瘦瘦的脸庞 可能你说那个 控隙 瘦瘦的脸庞 自己讲嘞 好啦我懂你的担心啦 就是你有点害怕了 所以就去快塞了 没错有症状嘛 我不是那个 一直胸闷而已 胸闷很严重耶 不是要先咳个瘦 什么才是症状吗 没有 那个症状越来越不典型了 我们不能这样看 是 对总之我就去做了快塞 然后很紧张在那个 捅鼻子那段 嗯 期间 因为你会看到前面的人 屋子现在捅鼻子嘛 对然后就很担心 到底是怎么样 然后我被捅的当下 被捅的当下 我觉得就是 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怎么说 因为我把它想得太可怕了 哦你以为会很痛 对我也以为会很痛 哦结果还好 结果还好 可是虽然我本身就是一个 鼻子过敏的人 哦 所以就有人习惯 你去看耳鼻喉课 他就会帮你 好像说CBT啊 或者踩一些什么东西 哦那你应该很习惯啊 对所以我就觉得还好 这样 嗯 重点就是 嗯 阴性 所以我才能在那边 继续主持这个节目 可惜还耳之 然后就马上 因为我在那个 等待出来的 那个煎熬的期间 是 我就一直在想说 嗯 我是不是 因为它是那个血氧 你要看它的浓度嘛 哦对对对 我就在想说 我是不是要买 买一个Apple Watch 你跟我妹一模一样 你知道吗 我真的快要疯掉 他跟你讲一模一样 他吵掉白Apple Watch 对 重点是他已经 有一支Apple Watch了 他跟我说 他的那一代 他是第四代 第五 还没有血氧功能 他说既然第六才有 What the fuck 那他说 他说 我们是不是有这个需求 他很严肃的问我这件话 我说没有 没有这个需求好吗 你没有 不用担心 同样的话我也要送给小花饼 你没有这个需求好吗 不用担心 不过小布你听我 你听我把它讲完 我觉得这次 你要替我鼓鼓掌 怎么说 我很棒 我没有买Apple Watch 为什么呢 因为你买了iMac啊 现在呢 如果各位听众 没有看到这个画面的话呢 现在在我们的右手边 就躺着一台 崭新的iMac 两天前送到的 2021款M1的iMac 漂漂亮亮的 它有那个指纹功能哦 那就可以测血氧吗 这个部分 那个应该是不行的 好吓 我一进来我就吓到 我想说 好哦 你这个小花饼 买iMac也是情有可原 好 这要连到我这样的 视讯教学的困难 好 好 没关系 一个一个来 好 所以你忍住了 怎么样 为什么不买 那个Apple Watch 为什么 就是我认真思考了一下 是 我觉得 不太会用得上 Apple Watch 可现在儿子你不运动 所以呢 买了别的东西 所以这种 真血氧机 真血氧机 没错 马上杀到医院旁边的这个药局 而且药局现在都很聪明 马上直接那个 大大着就贴在那个门口说 贩售血氧机 马上冲进去 说老板我要一台 这样子 应该没有很贵啦 搞不好不要估一下价 这个 看起来有点 就是功能单一啦 我只能这么说 应该 是功能单一没错啦 应该不会太贵吧 一千以内吧 超过 大概是33倍 三千 你买个塑胶碗 一二三千 你不要这样讲 人家的时候通过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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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晓得什么东西 我觉得你真的是 很容易被 洗脑的一个 这是保命用的 小布 你要又怎样 你已经缺氧 然后你测出来了 你缺氧 然后你可以干什么 救医 对啊 那这些我可能 已经来不及啦 至少我不会死在家里啊 至少有救医 我可能旁边还有护士医生的 环绕 你是在救医的路上是吗 应该死在大马路上 对 这样 有人会看到 哈哈哈哈 就是奋力一搏的那个概念 对对 有倒在路上也是 人家会来帮助我嘛 路倒街边这样 对对对 对啦 感觉好像比较没有那么 孤单啦 嗯 黄泉路上 有人相伴 哈哈哈 嗯 好吧 不然我们请小布现在测一下 好啊 怎么测就手伸进去就好了 没错没错 你要把手指这样子 对对对 好 然后呢平放 对 然后这样平放 然后 我们开始了嘛 嗯 我们现在把它打开来 嗯 好 保持心情的平静 深呼吸 然后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当作测谎机来使用 来问一下小布一些 比较私人的问题 来看一下他的心跳 究竟有没有提升呢 这有测心跳哦 等一下我现在测到99 现在99是斜阳指数 你要看这边 所以我现在斜阳指数 这心跳是74 哦好 嗯 嗯 你要问我什么问题 哈哈哈哈 现在是怎样的突然变成这样 这里是塞好的梗是不是 小布平常 嗯 都在说你坏话 欸 你有说法呢 哈哈哈哈 小布 嗯 有没有曾经想过 心跳已经开始加速了 怎样 哎 哎 对 还没 还没问就开始 破白了 哈哈哈哈 你买到一个假货吧 太真实了 oh my god 这是当测谎机 然后直接跳到100多的啦 而且我从刚刚74 马上跳破百是怎样啦 我告诉你这个紧张的情境 看来小布平常就做了很多 亏心之事 才会 问 问题都没问 马上心跳 飙破100 我觉得心跳在笑吧 哈哈 好啦 好啦你再不要下去真的 114了你看看 哎好扯哦 你不要点心脏并发 还是我一直注意 所以它就会 那个一直不断的往上升 没关系 总之呢 我们现在看到 缺氧指数百分之九十九 那是很高的意思吗 对对对 嗯 恭喜没有这个隐形缺氧哦 好 谢谢 所以我第一天 大概就量了十次吧 就是早上起来量一次 然后 那应该都没事吧 都九 也是九十几吧 然后第二天 我就把它关掉了 树枝高阁 三千元拜拜 拜拜 救命神器啦 我们没有关系 对所以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我们刚刚的照真嘛 照真基本上 就都没有什么 是 可以办 嗯 可以拜装 然后 只有有办的 嗯 我会考的诞 就是台北市跟新北市嘛 是 然后台北市今年是 第一届的连招 台北新连招哦 去年那个 照真就是 那个新闻闹很大嘛 是 万叉高中的 地理的那个老师 有没有 黑母 黑母 所以呢 没想到台北市 这个处理的方式 这么迅速 就是 马上办出了 第一届的连招 这样子 对所以 因为 这两个地方 都是先考完比试 嗯 之后 嗯 然后才 疫情才爆发的 哦 所以比试已经先考完了 比试已经先考完了 所以代表他副试 就是一定 得要考完了嘛 哦 对啊 都考一半了 对 所以呢 这两个的副试呢 就在家里面哭等这样 然后你也没办法去什么学校练习 还是是做什么事情 哦对啊 就是每天会在家里想说 算了啦 算了啦 健康最重要 我现在没有隐形缺氧 我已经是一个很棒的人 自我安慰 对 因为你也没办法出门散心 是 所以你就开始在家在家 然后又摆不摆脱不了这个东西 是 我就开始很焦虑 嗯 所以我就开始 今年呢 我就想说这样子不行了 你要怎么样 做什么样的改变 然后一直google心理资商 嗯 是不是一定要走到 必须要 你要去心理资商吗 对 有这么严重哦 真的 你不要看我平常这样子 在节目上嘻嘻哈哈 是 这个压力已经 逼我喘不过气 你什么压力啊 我很好奇那个整个资商的过程 会长什么样子嘛 我就去那种 张老师哦 打张老师 不是 我去YouTube先去搜寻 哎 就是资商范例 哦 就是他有拍那种 不要说模拟的资商 哦 试饭影片 大概是长什么样子这样 然后我在看那个影片 是 然后边看 边落泪 对 我觉得 我眼泪快要掉下来 为何 真假的 认真 因为我 我觉得其实也还蛮有趣的 因为他是模拟的嘛 对啊 可是 所以对话不都塞好了吗 没有 真假的 我觉得 就是原本的那个模拟 好像有点 动真情了 真假的 你说他们演演 就是变成真的 真的在资商的感觉 你就突然觉得那个 就是被资商 就是那个要去看医生那个 算病患吗 那个叫什么 他们在 他们的用语叫client client啊 讲中性的用法 对 他们的client 然后就 就开始说 就是 我觉得 我一直都不够好 嗯 我觉得 好像 我不值得被爱 开始 每一句话 太刺中我心里 没有错 对 就开始 眼眶泛红了 泪又上来了 是吗 然后你就看到 那个心理师 就是说 嗯 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嗯 然后 然后就要越挖越深嘛 嗯 对 我每次都觉得说 就是看到别人 有这样子好的归宿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轮到我 嗯 然后我觉得好像 这个世界上好像就不会 在我这样子的一个人 然后他会越挖越深 你知道吗 对 总之我就 经历过了这个 你觉得你也经历了一场 模拟执商 对 我感受了 心理上的疗愈 哦 所以你被疗愈了 所以你觉得那个 资商是有用的 哎 我觉得那个真的蛮厉害的 真的假的 他就是用那种 什么认知行为疗法 哦 他就是说 就是你要想办法 嗯嗯 类似有一点 有一点像是在 做实验 嗯嗯嗯 在推翻你 原本心里面的那些 负密的假设 哦 比方说你又觉得 大家都不爱你 嗯嗯嗯 那你可能就想说 真的每个人都是 不爱你的吗 然后举一些反例 举一些反例 或者是你就 比方说今天 你去找你的 呃 举不出来怎么办 哈哈哈哈 我觉得这也很考验 自伤师哎 就进了个死胡同 正证实 他的命题 没有错怎么办 这要怎么自伤下去啊 这很危险 我说这有点风险 哦 是是是 好 反正我们不是专家啦 是 我在看那个影片 他是这样示范 他是这样示范的 所以你觉得是有 对你有帮助的 对 然后我就开始 就是下载了很多那种 关于 Anxiety 就焦虑间的电子书 然后开始 自己看一看 对想要自我疗愈这样子 所以我差一点 就要变成 心理智障 正能量女神 哦 正能量女神 oh my god 不会吧 你这样的话 我觉得 却没办法给你 组织节目下去了 还好呢 我才刚看这个书 没有两页 然后这个教程 就真的要来了 所以我现在 我还没有 接受到足够的 那个正能量 好 总之就是 硬着头皮 上去了这样子 是 然后我真的觉得 我今年是 我觉得我 我的姑姑有 那个 保比我 真假的 哇 那很不错 因为我觉得很神秘 就是我在 他今年那个台北市 也超奇怪 嗯 我在考前 我想说 反正在家里面 也不能练习 什么示娇之类的 对 我就在家认真的编辑 我的那个 叫什么 教学档案 哦 就是你要拿给你的 委员看的那些东西 就是 歌功颂德自己啦 嗯 因为我之前三年 都拿的是我实习的档案 嗯嗯嗯 我想说 我都在学校 就要三年了 都拿实习 怎么可以拿实习的 出去看 也很奇怪 嗯 就想说今年好 我就把它写进去 这样子 很好啊 更新我的档案 很好啊 给大家看看这样子 嗯 殊不知 怎样 都印完了 花了我一千块 哇 然后我在考试前一天 我去那个官网上面 看公告 今年 才 线上 对 才 视讯方式进行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会 呃 老师坐在一间 嗯 学生进去另外一间 嗯 所以根本不会看到彼此 只会用视讯的镜头 互相看到彼此而已哦 嗯 有任何资料呢 也不会经由这种 亲笔 就是 亲手传递的方法 对 嗯 因为防疫的考量 所以呢 如果你要秀你的档案的话呢 你可以透过视讯的镜头 秀给你的评审看 天哪 昏倒耶 怎么可能啊 嗯 所以 我花了 一千块跟一个礼拜 嗯 白做工 我打了近一万个字 白做工 呃 QQ 嗯 努力错的方向 那怎么办 嗯 不过我刚刚说这个 有五波比的这个事情呢 就是在 不是要抽签 这试教的题目吗 嗯嗯嗯 然后呢 我大概在考前 我特别 有一天我就跑到学校去练 嗯 然后你知道我这个人 是没有办法努力的 嗯 所以我大概 为什么可以这么理直气壮 所以我大概练了 嗯 一次两次 还不错啊 对 练了两次嘛 嗯 很厉害了对不对 然后我就去 马上去买那个 羊枝甘露喝 然后就回家 这边是羊枝甘露吗 靠熊自己啊 我今天很棒了 很棒了 练了两次了 嗯嗯 这样算下来 因为这个范围里面总共有 呃 三十几课嘛 是 你就只练了其中两课 对 嗯 然后唯一抽 这样抽到其中一个 你准备的 我准备过的 我已经讲过的 哇 那你很lucky耶 天啊天啊天出我也吗 我就要上了吗 这样子 进去的时候 还是很紧张 可是因为是视讯的关系 嗯 其实我也不懂 为什么要紧张 可是就是 you know 对啊 其实 对啊 这样视讯来说 不是会稍微不紧张吗 因为感觉有点距离 对应该是 对 成绩出来 嗯 然后今年我的突破就是 我就拿到我生第一张 被衣 哇 鼓掌 很不错啊 从每次都要掉车尾 从来不会出现在 被取行业之中 我竟然出现了 被衣 哇 真的有包 那个 包比耶 那不错啊 所以 这是今年我的突破啦 所以这个教征的部分 然后呢 在 因为今年都是疫情的关系 所以一切都很乱 嗯 而且你也不知道 很多学校都是已经 他们也不能办教征 或者 有些停办了 嗯 然后有一些是正式跟代理 一起办 对 因为他时间都什么卡在一起的嘛 对啊 所以就搞得 非常的混乱这样子 而且 有些学校可能就是 一直延后一直延后办嘛 所以你也根本不晓得 他是 大力什么时候 会不会办这样 嗯 所以就等啊等啊 然后呢 好不容易 终于接到 教授来了一通电话 嗯 就是恭喜我 可以 有意愿的话 继续在学校任教一年 耶 很棒啊 哭了 我当场真的是 天使在我后面吹号角了 哈哈哈哈 背衣的部分 是不会 不太有可能会 就是地补进去吗 往年可能还有机会 但是今年的话呢 觉得不太可能就对了 今年课没有开缺 怎么可能 往年有可能是 比方说他上两个学校 他可能就选另外一个嘛 就选别的 对啊 可是今天因为根本就没有 哦 所以想也知道就是没有啦 啊 好可惜哦 可是至少是最佳 最佳成绩啊 算是 就是 对 那不错啊 表示明年就有希望啦 希望啊 我不晓得 对 总之就是今年 反正 果言残喘了一年 again again 就是这样 对啊 然后 刚刚讲 所以教程就是这样子嘛 嘿 五月中的时候嘛 嗯 就突然 嗯 某一天我们就看到 这个确診数字 不要高的时候 那时候呢 就发现说 嗯 我们的台北市政府 是 赫然宣布 嗯 从明日开始 视讯上课 哇 全部的人都慌了呢 就是当下 我觉得大家都是很 很困惑的 那个状态 这当然是 台湾史上破天荒嘛 对啊 你看我就已经 莫名其妙 才教书第13年就已经 遇到了 供逢其身 这样 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觉得 对这个东西 非常的 新鲜 是 所以你看 大家的那个 你知道进来的那个热度 还蛮 非常的高 高昂 大家都觉得 哇我们现在在干嘛 好新奇哦 这一切 竟然在家可以上课呢 这样 所以大家都 然后气氛就很活了 就 太不错 还不错 嗯 没错 然后呢 到后来呢 我不会承认 这个是我捅的娄子 哈哈哈哈 但是 就是啊 但是 它就这么发生了 是 就是因为呢 我就是很兴冲冲的嘛 我就想说 好 那既然是视讯的话 对 也许你有看什么 博恩最近不是一个新的系列 说那个 反正就是看谁的那个 视讯背景 最厉害 最吸睛这样 最厉害这样 所以我就想说 好 那我就狂下载一些 就是莫名其妙的背景 想要说什么迷因啊 比方说什么 什么Friends的 什么咖啡厅啊 或者是什么 就是每天可以出现在 总统府 各种不同的地方 这样子 让大家吸引大家的 目光 学习动机 没错 是 预请 我们学校的资讯部 希望可以开启这样功能 因为本来是 好像 所以本来的功能是怎样 就不开放 那是怎样 就是 本来是你只能用它内建的几个 就是赖赖的背景 对 然后后来我就说 问说 有没有办法 就是开启自定背景这样 然后开了 开了之后呢 到了第二天啊 殊不知 发现这个功能 好像不是只有为老师而开 为学生也开启了这扇大门 开了就回不去了 我不知不知 我觉得你学生们 都还挺有创意的啊 嗯 就开始 各式给你能想到的 我想 博文也是像什么失色的呢 对 所以当然迷音是一定有的 比方说那种什么 一个女生坐在沙发上 后面好几个黑人排在那边 这样子的迷音 对不对 或是一些迷片 常常出现的游泳池 对 然后这个时候 我上课的时候就会说 哎 那游泳池看起来好熟悉哦 不晓得哎 还要自己cue一下 还要自己cue一下 你知道吗 不辜负学生的努力 你看我就是这样子 看见学生的优点 是 把点出来 那他们怎么回应啊 就类似这样子 然后大家就开始 go wild go wild 换各种可怕的背景 这样子 然后呢 当然也不乏就是 直接把我的这个 视讯的画面 就变成截图 就直接设在 他的这个视讯的背景 所以进去呢 就发现 哇 好几个修画饼 占据了这个荧幕 我觉得还蛮温馨的啊 而且都是非常丑陋的瞬间 我不得不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市场 是 这是一个商机 怎么说 很多现在所有 郭忠祥的教师 我们渴望 视讯美颜神器 视讯美颜 所以现在只是相机美颜 就不够了 现在动态也要加进去 视讯美颜 因为你知道吗 本来那个Zoom 好像有类似 它就是美肤的那个功能 哦 真的哦 Google Meet没有 哦 对 可是现在因为那个Zoom 不能用嘛 自然问题 所以现在搞得 老师 要上线之前 我们都非常的紧张 我们都 时不时揽静自照 自己买那个啊 美颜灯啊 对对对 网红的那种啊 我就是用那个台灯 我在看那边狂打灯啊 然后找那个角度 台灯不行啦 你要买那种像那个 像那种化妆台那种才行啦 对 你去去网美啦 你很厉害 嗯 然后 学生就说 啊老师脸怎么这么亮 哈哈 被戳破 一秒被戳破 女神自然光 哈哈 超小啊 女神自然光 所以就是 就是视讯方面 我觉得大家真的是赶快 救救 全国的老师们 之前不是也跟那个笑话吗 也是很纯 这样 就是 有人就那个嘛 截图还是怎么样 嗯 就是妈妈就在那边 骂小孩说 因为现在就在家上课 妈妈要管嘛 嗯 你怎么现在上课时间 不上课 在那边给我看鬼片 哦 然后那个是英文老师啦 哈哈 英文老师听到 作何感想 太过分了吧 那个心理阴影面积 太过分了吧 那你刚好是英文 对对对 好啦 妈妈们要留点口德 嗯 没有错 不要这样子诬赖 就伤到心的都是 老师们才会往心里去 没错 休息一下 进广告吧 本节目由 查查 风鱼 Shawn Emma宝贝 Lina Chen 支持香港的Yellow 水焦小鲁妹 士林熊仔 新竹的小夜 新加坡的Rayson 冠宜 新加坡的小静 雷可碧 以上热情的 惠人王小姐们 赞助播出 大家好 我们是Veg 我是主唱史旺 我是钢琴手浩婷 我是大提琴手玉芝 您现在收听的是 最爆笑 最青春的 Podcast 小花饼和小布的 青春爱小姐 青春爱小姐 小姐你 小酒爱 青春爱小姐 有小花饼 还有小布 快来听哦 哈 好 然后这个 一开始第一个礼拜 大家很嗨嘛 到了第二个礼拜 第三个礼拜 可以感受到 大家渐渐出现一些 疲态的部分 热情退却 对 热情退却这样子 因为视讯的关系 所以身为老师 你就会一直想要 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嗯 所以变成 你平常讲课 可能就是用五分的力气 是 然后你想说 不行他们要 走了 离开了 离开这个房间了 来我们现在 就是 看小布要这么嗨 嗨度 再要加到八分 那很累耶 那你这样一堂课 那个上下还不累死 真的上完一堂课 是以前上完四堂课的 那个累度 那我可以小声的 问一句说 那你这样提高嗨度 是有留住他们吗 对不起 好像问了一个 不该问的问题 那我们 进入下一段 你甚至是无法求证 对啊 你根本不知道 他到底还有没有 他们视讯镜头不开 哦 他们不开镜头了 是不是 不开镜头啊 要他们开 他们就说 啊坏掉了 哦 开始找借口 麦克风回答问题 坏掉了 再问一个问题 啊老师 我刚刚去厕所 这是个人没爱听嘛 嗯 然后呢 只要一发现 就有很多 就是比方说 如果要请他们 比如说他们 如果要做报告 分享画面的话 嗯 你就会看到他们 一被小金轻 换错画面 一打开 哇 大概至少有20个视窗 嗯 同时 开启着 就是 你就是那个 小小的框格 他们有看你 那个框格 就不错了 没有说到最小 已经很棒了 嗯 我不得不说 我要替学生 说一句话 嗯 要是我现在 还是当学生的话 我应该会是 一样的反应 没错 我们身为老师 只能自欺欺人 对 不能苛求 我觉得 自己幻想着 在荧幕的对面 都是一些 求之若渴的 每一个都是妙力吧 我想 就很难遇到这种啊 毕竟真的算少数啊 嗯 有就好了啦 对 不要苛求了 真的 嗯 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嗯 所以就度过了 试试音教课的 心酸血泪 我真的觉得 就是你一直在对机器讲话 对不对 哦 对啊 就等于是一直在唱 独屌戏的感觉 没错 没有互动啦 没有互动 嗯 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试讯的 嗯 部分这样 嘿 对 所以今年算是 这个算是很大的考验 尤其是 尤其是因为我是 只有教一年 嘿 因为代理嘛 然后就要 离开这个班级 这样子 哦 等于 就是我们在 仓促的情况之下 我连 学生的 最后一面 最后一面 我们都见不到 你知道吗 当然 大家懂的意思 等于他们就升上去 你们就不会再遇到了嘛 所以就变成是说 我的最后 不是只有一个 习惯性的一个 呃 道别的party 道别party 嗯 道别party的部分 那不就是你要唱歌吗 对 所以今年呢 我就想说 怎么办 我这样子 没有办法唱歌啦 可以啊 嗯 在镜头前唱啊 可是当时我就想说 啊不行 你看我这个 硬体是不是不是很好 是 然后 你知道可能会lag 可能会怎么样子 那个收音 没有办法收到我非常 完美的这种嗓音 所以我大概就 也是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 有 叫真不好好准备 在那边 搞一些乱七八糟的 我自己 cover了四首歌 嗯 然后剪辑好 传上去嘛 很像你会干的事情 然后是有画面的吗 是有MV的吗 也没有到MV啦 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些 比方说那种 就现在不是很多那种网络上的cover歌手 嗯 嗯嗯 大概懂 还好那个 Braces 163没有看到 不然就是也是劲敌啦 谁啊 你不知道Braces 163 不知道 他超红耶 超红吗 他是现在高中男生的梦中情人 真的还假的 所以他都唱什么 就是cover别人的歌这样 大家其实也不 care他唱什么 重点是 他唱的是蛮好听的 但是大家不是 care 这重点不是他唱什么就对了 看一下啊 有啊 那个我也是啊 我也是的风潮啊 Braces 163 谁啊 哦呦 你不知道的是 哎呦 好看起来还蛮可爱的耶 好吧 对对 他就是那个 高中男生的梦中情人 哦 还会弹吉他耶 很有才华哦 嗯 我只能说你输了 哈哈哈哈 不说了啦 那怎样啦 输了 输了就不说了 是怎样啦 我心里去 出来就不说了 很走心耶 那需要我帮你开一下心理智商的部分吗 学生都说我唱得很好 哈哈 那就好啦 有人欣赏你的 有人爱你的 嗯嗯 好啦 所以你就剪了四首歌传上去之后咧 得到了很广大的回向 嗯嗯 学生面一片的那个赞誉有加 对 嗯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然后啦 然后就没有什么 这还有什么然后呢 然后等到金曲讲嘛 也不会啊 还能怎么样 打赏 对啊 变成那个 直播主打赏啊 你在高中 那个高中学生 就是你知道 变成一个传说之类的 我不得不说 怎么样 如果我今天上的是twitch的话 是 我们绝对我可能也赢过李纸听 还有我之前那个不是有一个怎么吹直笛的爆红那个女老师 哦对啊 吹直笛爆红那个啊 对啊我的意思是说 你也可以吹直笛吗 我也吹些别的 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接 好哦 所以现在为了不能输要吹些别的是吗 我没有说吹什么啊 OK 我的意思是说 而且我事后去观察他那个影片 嗯 我觉得这样讲的话不太好意思 我没有要针对他的意思 怎么说你说啊 就是我只是观察到 有一些比方说 背景的一些 垂直水平线会有一些跳动 好啦 所以这个是事情上课的部分 然后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 因为刚刚说较真 心情低潮 嗯 我要找符目 嗯 所以今年的符目 蛮奇妙的 嗯 我排好了我的那个 每天看电视的schedule 嗯 对 礼拜二的晚上 嗯 我会守在 我的YouTube前面 因为呢 我要先看 大嘻哈时代 哦这是什么节目啊 你不知道大嘻哈时代 这不知道啊 很红耶 真的假的 嗯 那个饶舌节目吗 yes 哦 所以是选秀吗 对啊对啊 就是台湾版的 中国有说唱啊 蛤 是台湾版的哦 中国新说唱 不是台湾版 就是我们有 我们有自己的 自己的 我们属于自己的文化 我们台饶不能输 台饶 就是台湾自己出的 选秀节目 对 哦 那评审有谁啊 评审有那个啊 熊仔 哦 然后大嘻 哦 照有他 跟剃刀奖 还有利尔王 哦 有利尔王哦 对对对 那不错啊 那参赛者如何 你有吸引到 你的参赛者吗 我觉得蛮多 都蛮厉害的 哦真的哦 应该说 我怎么会开始 看这个节目 对啊 感觉不像是你 因为我 我像素来 不是走嘻哈挂 嗯 因为你蛮喜欢蛋饱的 不是吗 对 所以我觉得 你算是有在听 所以我可能就是 因为你自己 也很明显啊 比方说 我觉得有一点 算是我被 第一届学校的 吸眼设 嗯 有一点 打动了 打动了 哦 对 因为去年我就是 Terry他们第一届的 那个 惩罚嘛 嗯嗯嗯 你觉得他们还蛮厉害的 对 所以我觉得 哇 你知道 嘻哈又起来了 又要起来了 没错 我身为一个 领头羊的角色 是 要赶紧跟上这一波 但他停棚很久了 因为疫情的关系 疫情的关系吧 对啊 对对对 所以大嘻哈时代 嗯 然后 哦 你知道里面有一个 嗯 有一个我蛮喜欢 他的音乐的 然后他叫 汤姐 嗯 然后就是因为很喜欢 他的音乐嘛 就有点 类似 有一点类似 蛋保的风格吧 比较走 Jazz 比较放松的 比较Chill的那种 嗯 所以我就去Google他 嗯 其他的歌曲 嗯 然后就Google Google 哎 就Google到一个东西 叫大象传媒 再Google一下 然后就发现说 哎 等一下一看 哦 是他演的A片耶 其实他演过A片 这么酷哦 对 哇 嗯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不但是一个 饶舌歌手 他也是一个 AV男优 然后 为什么都可以Google到 这么奇怪的东西啊 哇 他最后被淘汰了 有点难过 哦 嗯 总之大概是这个样子啦 那还不错啊 还蛮 带给你很多欢乐 对 所以讲到这个 大嘻哈时代嘛 嘿 就是你也知道 我就是一个 很必须要focus在 最新的音乐上面 潮流上面的人 是 很需要挖掘这些 看不见的音乐的 普遇 对 的这样子的人 我就是 以晓菱老师的那个心态 在想要体系后进 你算什么前辈啊你 不算音乐经理 应该也算个 音乐小妖精吧 什么 你说你还 你还可以自己取绰号耶 音乐妖精小话饼 在这边要给大家 一个讯息咯 对 所以这个讯息是什么呢 这个讯息是 嗯 在 8月28号 有一个 很大的活动 这个活动呢 就是台湾 原创流行音乐大奖 这个原创流行音乐大奖呢 因为今年它是没有办法 有这个开放现场观众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它就是 采取线上直播的方式 嗯 所以表示我们都可以上去看 好 那它 蛮特别的是 因为它不像 比方说什么 金曲奖啊 或金奖啊 或比较以这种 流行的乐风这样为主 它是比较以 因为你看它的这个 举办的单位 你就知道了 是 文化部影视 及流行音乐产业局 拍拍手 援助民族委员会 拍拍手 客家委员会 呜呼 按子 C 好 C你看看 有没有 就可以知道 它们是以这个 比较算是 多元的族群 是 下去做这个 比赛的规划这样子 所以它有 不管是台语啊 和洛语 客语族 或原住民族语 这样子 它们都有不同的 音乐的原创的作品 是 然后公开去做 争选 然后呢 它的奖金 哇 看到的时候 剑情眼开了 三十万元 还是我们现在 直接马上创作一首 我其实节目之前 有这个想法 但我一下一想 这三个主流 能参加哪一组呢 按子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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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句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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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剪这一段 去报名了好不好 哈哈哈哈 Oh no 傻眼 傻眼吧 那评委应该傻眼 好 所以总之呢 就是这个活动 8月28号的 台湾流行原创音乐大奖 嗯 可以去 Google去搜寻一下 在Facebook还有YouTube上面 好 就可以看到她决赛的直播 这样子 所以 嗯 期待 然后呢 我当然也很期待 什么金曲奖啊 或者是一些 其他的音乐的典礼 这样子 讲到这个音乐典礼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想到那个 我突然想到 这不是有那个吗 那个FreeBritney的活动 你有跟上这一整个消息吗 有我知道我知道 我有看 它很多报道 我都有 就是点开来看 对对对 你知道边看边觉得就是 你就是Britney 又来 又来 又带入了是吗 它就是有点 也是爱不到人 你知道吗 对啊 因为Britney是爱错人啊 然后为爱冲昏头 然后有 可是不止 我觉得他讲的一副就是 他被 就是他全家压榨 对 他觉得他身边所有的人都在压榨他 都在伤害他 好可怜哦 对啊 对啊 想当年是你知道在 对啊 各大典礼这样子 叱咤风云 他是 玉女歌手 一开始 因为我在这个事情之前 你有follow他的那个Instagram吗 他其实发的东西蛮 怎么讲 哎不是有些网友开始那边 找一些蛛丝麻跡 对不对 比方说 啊如果你现在被囚禁 如果你现在不自由的话 你就下一次 你就那个拍 跳舞影片 你就穿黄色上衣 然后下一次就穿黄色上衣 这样 而且他有跟欢友互动 对他就是有点 默默的在散发 这个求助的讯息 好可怜哦 他有一次 他最后他想要就是 翻盘嘛 他想要 请求法院撤销他的监护宣告 对 给他爸爸监护 对 可竟然被驳回 我真的不知道是资本的力量 太强大还是怎样 我想说他可以算是 像你讲的 他能够有意识 然后有蛮正常的发言 就是逻辑思维是正常的 然后意思也是清楚的 他的请求既然会被驳回 我真的觉得很 很惊讶 我觉得都已经吵成这样了 不是应该 顺势就是撤销他的监护宣告 让他可以拿回他自己的 不论是财产 或是身体的自主权都好啊 他竟然 美国诶 被驳回诶 我很惊讶 我只能说 太可怕了 资本的力量太可怕了 对啊 怎么会这样 然后来继续 那他还是在他爸的监护之下 我觉得 蛮可怜的 总之你可以去看他的那个Instagram 我觉得蛮迷的 蛮迷的 对 那去follow一下 你可以现在那个 现在看吗 你说是直接他的账号吗 对啊 诶那所以他 他不都被管控了 那他的账号是他自己在管理哦 我其实也不晓得 对啊不是很奇怪 就是他会一直在 拍他客厅在跳舞的影片 然后他就是以一个 类似监视器的一个视角 是哦 然后感觉 然后他就是一直 他就是不断的在 旋转 旋转 就是很 很迷啊 大家可以自己去那个 follow他的 Instagram的账号这样 然后跟无数张 角度一模一样的 那个自拍 这个是礼拜二嘛 对的 然后礼拜五的话 我当然晚上就是要锁定 我们的好朋友 料理之王第二季 哇 他红了耶 我觉得好厉害哦 我们的文琪 对啊 帅哥主厨 哇你看看 这次真的是 其实我这个应该拍一个 reaction video 你知道吗 就是我觉得这个很适合 就是拍 我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 我的反应是什么 能想象的出来 就是一个谜谜的身份 在电视机前面 在尖叫 万琪 万琪加油 Oh my god 然后只要一看到 他的那个对手 嗯 就开始疯狂的 辱骂对手 Diss 从那个大DH时代学来的 直接用出来 直接用出来 嗯 看到对手一做出来 哇那个手滑 也不能加太多 好开心哦 很坏心耶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好所以礼拜五 你要锁定料理之王 我们的文琪在比赛这样 是的 然后呢 礼拜一的话 就不得了了 这是我今年的父母 他是我的心灵的支柱 这个东西呢 我本来是默默的在收看 对 没有啊 有一天 我跟小布 我们在一起这个群组呢 对 突然 有人 就有一个人 率先发难 请问大家有在看 我的男友是妈宝吗 哇我整个就是激动万分啊 嗯 找到同道中人了 所以讲到这个 我的男友是妈宝呢 他就是一个来自于TLC的一个节目 也不通的在留言刷聊天室 跟TLC的小编一起 辱骂这些妈宝 大开眼界你知道吗 对 我们要从哪一对开始讲起呢 我来想一下 我们有 我们有 不然就是那个啊 最精彩的 每次放在压轴的那一对 就是那个 Shakib Shakib 跟Emily 对不对 对 可是那一对我觉得还蛮传统的 就是传统的典型的那种 你能想象的 拱线的 婆媳媳媳嘛 我觉得就比较 还好 就是那个Shakib 就是她是一个阿富汗人嘛 对 她的妈妈就是一个很无礼的一个 阿富汗太太 老太太 嗯 对对对 就她会开始各种的 辱骂她的女友 对 对 Yama就是把她当不存在 Yama就开始辱骂她 就是不管是在 比方说他们在 什么场合 什么场合 情人节 嗯 两个人的节日 嗯 啊硬要来凑一咖 硬要来凑一咖 不邀请她 然后在那边 他就在那边 那个 生气 生气 对 是不是不要我了 对 是不是怎么样了 你说你是不是比较爱我 对 他儿子当着那他女朋友的面说 他比较爱他妈 我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心态耶 情人节好不容易终于把她支开了 对 约会了 嗯 吃个晚餐了 不得了了 马上 打电话给我的宝贝儿子 妈妈 妈妈脚好痛 妈妈出事了 一会儿去看 怎么屁事都没有啊 想你知道不可能 有什么事啊 我觉得很莫名耶 我想说那那些爸 而且重点是 这么多对妈宝们 跟妈妈们的互动 我觉得他们的爸爸 好像就是你知道 空气吧 空气的呀 好像就是毫无存在感耶 是想说 他爸是怎样的死人哦 都不能做一点事 有一队爸爸真的过世了啦 但是其他爸爸都还在啊 而且都是在我们动员每一队都是担心家庭的情况底下 爸爸突然跑出来 有爸爸哦 真的是有爸爸让我很惊讶 而且还有一队 我觉得他爸爸是你知道 找演员来的 就是肉丸妈妈那一队 哦 我觉得他爸爸是找来的演员 因为我觉得有点帅 哈哈哈哈 你这不敢穿你嘴巴在娶她 不可能会娶肉丸妈妈 哦 不对吧 Something's wrong 不可能 而且他人也太好 就认他老婆在那边撒坡耶 嗯 就是他就那一队也很有趣 那一队就是 我说那个肉丸妈妈那一队 就是他爱他儿子爱到一个病态的程度 这就算了 这每一队都一样 而且他重点是那一队还不是独生子 嗯 他有妹妹的 嗯 他也是把他妹妹当空气 他要 他没有 他儿子要办婚礼了嘛 因为他跟他女朋友已经 应该是交了蛮主 然后已经生了一个小孩 他们要准备结婚的 对 所以他们要办婚礼 然后他妈就 整个 一直把他当自己的婚礼再办 我都会笑死了 然后应该要他 穿上一个很可怕的 那个红色的西装 变形蟲 变形蟲 他好着迷 变形蟲这个花样 我真的不懂耶 他每一套穿上 他就像窗帘 或地毯 然后他就会说 他觉得他儿子穿上很好看 很有 然后他对那个Vegas主题 很着迷你知道吗 一定要说 It's really like Vegas Vegas 他就一直要办那种 你知道Vegas 拉税家是那种 到底是谁要办婚礼 我真的不懂 他跟他 重点是 你说他们那个 他把他儿子也这么想就算了 重点是 他跟他儿子 跟他儿子的未婚期的想法 就是南辕北辙 他儿子跟他 未婚期的想法 是想要那种 就是在家里的后院啊 那种温馨的 简单的 简单精致的 那种Summer Camp Summer Camp的那种 那妈妈一听Summer Camp 火都 火都上来了耶 干你屁事啊大姐 他只要一生气 或是一怎么样 他脸就是 涨红 他脸本来就有点红 他只要一生气 就更明显 会笑死 那一对也是很有趣 那一对超好笑的 对对对 我最期待的就是那一对 那一对很好玩 然后刚刚说本来 第一对就是那个 Aleila 哦就是Shakib跟那个 对对对 阿富汗人那一对 然后他们就一直上演同样的戏 这个同样的戏嘛 是什么呢 这个同样的戏嘛 Shakib一直不死心 对 他就一直觉得 你要跟我的妈妈好好相处 我们会好好相处的 所以在各种不断的场合中 就约他过来 然后他就一过去呢 他妈妈 他妈就说 Why are you here? Why are you here? I don't like you I don't like you You ruin my day You ruin my day 对 这一种不断的台词 真的 各种死亡的场合 你有看到那个 生日拍的 生日啊 生日 好想坐在邻居那个位置上 你知道吗 生日 目睹这一切 生日很有趣 生日很好笑 就是很莫名其妙 我真的不懂 他讨厌 他讨厌他女朋友的点 就只是因为他不是穆斯林 跟他不是阿富汗女生 就这样 他就完全斩断 就他的任何的机会 我觉得也是很莫名其妙 对 而且我觉得 基本上 每一对 我觉得大部分 这些妈宝男的女朋友 其实条件都蛮好的 我也觉得啊 我都想 到底为什么 Why 我每次一直想 一直想问 一直想进去摇醒那个女人 对 其中有一个男生 算 算帅的 说model那个吗 对 model那个算帅的 他女朋友也很正啊 他女朋友也很正 没错 对 所以那一对 我就姑且放过好了 虽然我觉得那个男生后来 有一些行为就很糟糕 真的吗 那一对他就在吵 他妈妈很爱 就是 健康的食物 那个也很好笑 健康食品的部分 所以他们讲每次 他妈妈一要来拜访 赶快把所有 热射食物收起来 对 然后 还有 MAT跟Kent那一对 其实我最喜欢那一对 说句实在话 因为我觉得说句实在话 因为我觉得MAT还是真正 不是真正 真妈宝 真妈宝 他是真的妈宝 因为你知道 你看其他队的相处 会发现那些儿子 其实是知道他妈是已经 你知道 病入膏肓了 有一点要反抗之心要起来了 有反抗之心了 但我觉得MAT那一对是 从后到后也没有要 他很认同他妈 我觉得他是 某种程度他是认同他妈的 嗯 我不得不说 Kelly真是很厉害 Kelly不愧是Kelly 最好笑的是那个 不是带他去 就买睡衣 情人节礼物嘛 送一个睡衣 带妈妈去挑 就是他always会take 那些店员的表情 超贱 健爆 然后事后再访那些店员的感想 超贱的 因为店员的反应也真的是 你知道 不负重望 非常好笑 重点是好 那你带妈妈去挑也就算了嘛 反正那个Kim 你女朋友不知情 对 也就算了 也就算了 但是呢 殊不知 这个时候送完 女生看到好开心 准备要换上的时候呢 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小布 她的妈妈 她的 华丽的进场 穿着 同款睡衣 出现在女朋友的面前 好看吗 我也有一件哦 哇 如果我是女朋友 我当场 可是我觉得我是到 已经 已经生不起气了 会觉得现在这是什么闹剧 这已经很抽离了 你知道 已经 提不起这个火了 会觉得 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嗯 真的很妙 那个真的很好笑 对 所以推荐大家可以 去找一下这个 I love 妈妈's boy 对对 真的很太精采了 我觉得 好有气哦 我的男友是妈宝 对 所以 这个就是支撑我 度过今年校正的 心灵的食量 因为我是蛮后来 才去看的 然后 其实完整版本 都被下架差不多了 嗯嗯 所以 对 大家 而且还是有些精华片段 大家可以去点来看 它的官方频道 官方的YouTube channel 上面有 它的精华片段 然后加上小编 特制的一些字幕 还蛮有意思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 之外 所以 因为畅然弱势了嘛 然后最近 他最近有一个新的 接档节目 对 接档节目 我一开始看 感觉也很有趣啊 KLC是一个 有趣的频道 可是反正置入我们啊 我们可以聊很久 有耶 我觉得他那个预告 我也想看耶 对 然后这个新的是那个 离开美国 结婚去 我觉得他就是典型的 那种诈骗 集团的那个故事上演啊 他只是把它拍下来了 他才把这过程拍下来了而已 我们就稍微 简介一下好了 好 他第一开始就是一个 已经快到阿嬷年纪的 大概差不多六十岁 对嘛 对嘛 有个年纪比较 接收到一个Facebook上的讯息 是 说他好漂亮 聊一聊 点进去看 一个大帅哥 是 男模的长相 马上 就坠入爱河 坠一坠呢 已经聊到这个 不可自拔了 是 发现 一直没有对女儿 屠戮的事实 是什么呢 是什么 是他之后 事后这个男的承认 那个照片不是他 所以他还跟他承认了耶 嗯 其实蛮诚实的啦 对啊 那也算真爱耶 因为毕竟也不能 直接飞到印度 然后 找不到人 还是找 他起来就飞来了 他就要去飞去找 印度找他的男友这样子 对 没有那他竟然 还不死心 就是正常人不是 看到 他吓坏了吗 吓坏 看到真的照片 不是应该就 因为不得不说 这个对比图 的确是 只有他的差异性存在 然后没想到 他说他已经 无法抽离了 爱就较不死 那爱进去之后呢 好 都要去啦 嗯 他这一对 因为我只看第一集 嗯 那一集他也只演了 一点点哦 那他是停在说 阿妈嘛 就是 我雇一切 外来走天涯 是 马上先去问 他的理财顾问 嗯 理财顾问说 就是 他就开始在想说 那 我现在这样的存款 嗯 可以在印度生活多久 嗯 然后呢 这个 财务顾问 一定要开他资料 来看 嗯 大概是 可以生活到下辈子 嗯 我只能说是 The total opposite 啊 真的哦 印度诶 物价不是应该很低吗 不是啊 可是他的存款 哦 他存款很少 他的存款大概是 十万台币 那他在美国怎么生存 他在美国怎么生存 他可能有 social security啊 哦 他有老人年纪 如果他完全印度 就没有social security 可以拿啦 哦 原来是这样 所以他孤注一纸耶 带着十万台币 带着十万台币 去印度 然后他还不死心 然后就说 我这样可以撑多久 大概两三个月吧 然后他有脸色一变 哦什么 怎么会这样 但是还是要吃 我难以理解 我就一直边看的时候 其实有一点点 怎么讲 怎么样 同情吗 不是同情 触目惊心 触目惊心 我觉得某一天 你也会变成 附上后尘 附上后尘 其实我刚刚也想说 我觉得你有点危险 对啦 那我们就要警惕一下哦 知道照片不同人 不要一头热哦 你要拉住我 我会拉住你的 把我的护照藏起来 所以这个就是 我最近看的 在忙的事情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笑哎 好 所以我帮小姐谈心 就要大概到这个地方 画一个段落啦 好哟 在听完了我的近况之后呢 也不要忘记 如果你想要对小话饼 说什么鼓励的话 或者是你想要 对我们节目 有任何的回馈呢 都可以到我们的 Facebook 或是Instagram 只要搜寻青春爱消遣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 跟我们在上面 好好的打闹 聊天 说笑一番吧 那既然讲到了 大嘻哈时代呢 那我这一次 要放的这首歌曲呢 就是来自于 Wanna Sleep 也是我很喜欢的选手 他的作词 哇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厉害 推荐大家 我觉得他是写词 写得非常好的一位rapper 那这首歌来自于 Wanna Sleep的 裸雀 张专辑非常的好听 推荐给大家 那这一次呢 这首歌曲是 只有在KKBOX 如果你在KKBOX 正在收听我的节目 青春爱消遣的话呢 你才会听得到的内容 因为呢 这个KARU的功能 只有支援KKBOX的player 所以如果是其他家 你用的是Apple Podcast 或是用Spotify 用Mixerbox 其他的这个APP收听的话呢 就只好 你自己去搜寻一下咯 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